來到 4.11 公式這課,相對來說會比較簡單 先看題目,題目一定會給你一條公式 二支有這條公式 然後它會跟你說,當中的未知數或變數會等於一些東西 例如今次有四個變數,它會跟你說三個會等於一些東西 再叫你求最後一個 做的方法都很簡單,將這些數字代入 然後在解方程,把最後的英文字母算出來就可以了 要記住做的時候,可以寫得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寫清楚自己在代什麼 在這裡要看看大家 習慣上,我們代的數字會用一些固庫裝著 一來是一些習慣,顯示這些位置是代了數字 二來亦可以避免錯誤出現 例如對英文字母來說,連碼一起寫成這樣 但數字我們是沒有這個規矩的 所以如果我們加固庫的話,我們就可以繼續維持著這個規矩 代表這三個數字是成碼一起 最後整理完便出答案了 B-Part 因為一樣,都是給你三個英文字母 然後找到最後的英文字母 所以代表的時候,我們就這樣代表 比較特別的是,今次的T 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需要解方程 然後我們需要把這些數字原本是成法 調到對面,每一邊取法 要提醒大家,如果大家是按計算機的話 記得留意,這裡還有一個隱藏庫號 如果你不按這個庫號的話,就會出錯答案了 然後記得答案是4 我們習慣上,T 會寫在左邊 我們再反過來寫,T-4 -3 -3 -3 -7 -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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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5 -6 -5 -6 -7 -7 -6 -6